大家好,这里是淡定说剧 秦宪公传位的决定无疑是阴影的 营前胸无谋略,性子急躁,只会打打杀杀 营曲良临难不拒,临危不乱,沉稳冷静,且有谋略 大哥,大哥急什么,桑蔓铁鸡能灭秦国吗?这里面肯定是另有图谋 在华山,离山之间,择地埋伏,死战劫机 我有大事,求见秦宫,世子未央,救师出钱,救秦出困 狄向门客一位白袍世子口出大言,要见孝公,一个小利而已 秦孝公大势在身,无暇相见 我可以等 秦孝公明白,自己刚刚继位,没有政权的掌控力 秦人又快意恩仇,敌国丞相公输错,相当危险 下令子安,严加保护 下回血战,旁军筹败而归 我军死伤,军尚如何 老甘龙的反应,体现出了他的爱国情怀 宪宫灵堂之上,孝公主张国丧从简 宝敬安民,才是当务之急 还要不扰国事,缩短葬礼城市 现场的反应,说明他的权威,的确不大 老太后的力挺,此照命,才有了效果 屈梁说得对,国难当头,保民就是保国 太后说了,散去祭礼,回属之灾 散尽,立即寻灾 晨等奉命 魏央这傻孩子,就这样在风雪中等待,日复一日 也不知道他的坐骑去哪儿了 魏央很懂自我宣传,也很坚韧 其主张得到了秦孝公的认可 他说的不无道理啊 未必不是必战离不齐 至少该用公输错老贼的手机机灵 秦魏仇恨高涨,要杀公输错以泄愤 该杀 聪明心细的警监,发现此事非太后搞不定 你,为何不让我杀公输老贼 死仇滥杀,乱国乱渠 我看哪个国军敢护仇,就送我谁当采过去 孝公费尽口舌,也无济于事 太后到 祛梁,你心里有话,就给大家好好说说吧 愿闻国军教诲 太后驾到镇场子,孝公才有机会 言明不杀原委 帮国灭亡,尸骨成山 谁来复仇啊 复个鸟 老甘龙逼问,是不是要放了公输错 孝公虽无权威,但霸气不落 尽可以从我身上踩踏过去 如果信得过 我自有主张 娘信你 太后的首先表态,才控制住了局面 警监今天的表现,孝公肯定能明白 此人才堪大用 但此时孝公心里还有一句话 你瞧,还有钉字户呢 不同的人要用不同的处理方法 赢钱这种性子急躁的性情中人 得从情感入手 还问我打疼了哪 我胡乱一指 你就使劲揉我 揉我 搞定了赢钱,便安排他出面见卫秧 孝公只在暗中观察 魏秧单身父亲来救老师公输错 公输错也是始料不及 秦孝公决定采纳魏秧的谋略 公输错对孝公由衷的敬佩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本集完,欢迎大家订阅评论